感恩师父 八十年的俗 请师父慈悲 看一位八十年的老鼠男的 他自己的预章 自己背 感恩师父 八十年的老鼠是吧 八十年的老鼠 八十年的老鼠 看什么 讲吧 看他的身体状态 肝方面 长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对 过去喝酒啊 喝 现在还喝不了 没有喝了 不能再喝了 没有喝了 你要吃全素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动手术的话 你没几年 你现在赶快要放生 有放了 放生多少条鱼 师父 他有的放了 八千条 好 那多少张小凡子 两百八十张 两百八十张 好好念 他人挺好的 他这个人就是比较仗义 喜欢跟人家出头 对 傻傻的 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图腾 就是这样的 爬在那里 头什么时候晃 明白了吗 没脑子的啊他 他没脑子的 人家画画他 说他几句好话 他就不知道家在哪里了 对对对 这倒蛮勇敢回答的 师父 那么他这个毛病是 是他本身的这个 前世的意证 还是主上的呢 我看看啊 活的东西吃了太多了 活的 他现在不吃了 现在不吃 举个简单例子 你吃了 吸了二十年的烟 你到二十一年的肺癌出来了 我现在不吸烟了 那你就是二十年已经吸出来的癌症啊 听得懂吗 你这个肝就是 这么多的活的东西吃出来的 我现在看还有很多的虾在你 爬在你的肝上 还有很多的鱼 明白了吗 明白 是那个胖头鱼 小的时候经常有捕的 抓鱼有没有 有经常抓的 我看看你有没有钓过鱼啊 跟人家都去过 去过 但自己没钓 钓都没钓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好好努力了 好 紧追紧追不好 你要记住了 你年纪轻轻啊 你的前列腺已经有了 前列腺肥大 小便不好 对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 往生咒 每天四十九遍 好 好吧 在你的家里 边上还要贴个山水画 好 你们家进门 左边那个房间 像放杂物一样很暗的 左边啊 进门之后 好 那是放一个鞋柜 鞋柜是吧 对对 鞋柜上面贴个山水画 好 那个地方有很多散林 那个 师傅那个房子 现在我是住在我妈妈家里 什么 我现在跟我妈妈住在一起 你跟你妈是吧 对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跟你妈妈住在一起 你是说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好不好 对 你妈妈几岁了啦 我妈妈今年五十 五十三岁 属兔的 你属什么啦 我属老鼠 六三年了 你这个人没什么用的 你妈妈妈厉害的 你听你妈的 所以你这个媳妇没有 你要听你妈 要听媳妇的 所以你两边都要听 媳妇拉你左耳朵 你妈妈拉你右耳朵 所以你两个耳朵都比人家要大一点 开玩笑 明白了吗 明白 没有什么大问题 多年得解节奏 解节奏 好吧 好 帮妈妈多年得解节奏 好了 你现在没条件了 你现在把妈妈搬出去也不好 先就这么住着吧 对对 他们家条件很差的 条件条件很差 对对 现在先住着 多贴点山水画 山水画是避邪的 防邪的 好吧 有时候自己条件不好 要分开点气场 就要多贴山水画 好了 好的感谢师傅 师傅请慈悲开始一下 不是 还有个小孩子 他那个眼睛洗眼的 他时间预好了 死预料 后要开少数 那么看看这个要不要做 几几年数什么呢 2014年的麻 左眼睛写 对 左眼睛厉害一点 右眼一有 对 写到这里了 对 没什么大问题 做手术吗 好一点点 我问问看 要不要做 做 已经定都定下来了 还来问我 时间都定了 对不对了 我家了 对 师傅看看 就能够念多少小房子 好的 我家不要快手术了 做吧 给他做 否则太难看了 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 做一个手术会好一点 好吧 给他念经吧 49张小房子烧下去 求大吃大悲 关心 不大保佑孩子 能够做眼睛的手术 圆满成功 会好的 好吧 这孩子很老实的 对 不想的 很内向的 是 他又放生多少条鱼呢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又放鱼多少 三百条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